再見逆時朋友,李彩華尷尬祝福林峰 李彩華昨日為音樂節目擔任嘉賓 提到舊愛林峰早前 和女友張軒月入此申請結婚 李彩華表示都是聽記者說才知道 大方地公開向對方送上祝福 不過當被問到他覺得張軒月是否美麗的時候 他表現得頗為尷尬 不願再多談關於對方的問題 被問到他的婚禮時 他表示因為忙於工作 所以將會延前至明年年終才舉行婚禮 你有沒有聽過林峰說結婚? 有沒有聽過? 就是聽你們說的 聽你們說 聽你們說 很多新聞都什麼的 很多真真假假的 真的嗎? 真的嗎? 恭喜他 是呀,恭喜他 當然是恭喜 恭喜 對 都看你們的報道 都知道 是呀 嘩,原來問那麼多嗎? 不是恭喜 不是恭喜完就算 不是呀 要問那麼多嗎? 那當然他可以選擇的當然是搭配 對不對? 這些我們外人不能作主 對不對? 那你們覺得搭配嗎? 不知道 那我都沒見過 哈哈哈哈 說 嘩,說這些 嘩,說這些 哈哈 你記住 你記住他的樣子 你記住他的樣子 不是,我說 我什麼都沒說過 我都是 我都是看你們雜誌 報紙 見過的照片 我都沒見過 這個問題我不會回答你們的 我不會 你們說 你們說 我的名字 不要 我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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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 不是 好 我們 是 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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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